非常多了,有很多的訴求 有從議員最小的,就是這個使用區內的使用項目的相容性 這個意見,剛剛社會級也已經有適當的回答 不過就是要講清楚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所謂社,在英國所謂的社會住宅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用地,它有比較廣義的,有比較狹義的 那我們這裡也兼顧到很多的功能 像老人住宅,出租的住宅當中,有老人住宅 另外還有一些真正的狹義的,社會福利的 像殘障、常固這些等等 那麼這些東西,議員 還有最早的發言,就是相容性的心情 就是將來,我剛剛主題講了 就是將來在規劃的時候 這個要適當的配置 還有一些社區的服務設施 因為社區的社會服務設施呢,有兩種 一種是就基地裡面的 這基地的小社區 一個是服務周邊地區的大社區 這兩個不同的一個層次 所以將來管理等等的方式 比如說電梯的進出了,或者等等的 或者配置的樓層等等 這個我是想,我們社會集人既然要照顧到 比如說高齡社會有些什麼東西 可是要兼顧到它的相容性 那今天我們的議題 剛剛談到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議題主要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主要計畫 一個是細部計畫 那主要的計畫的重點 是在這個使用期的配置 它有三個分區 那這個三個分區當中 那麼有這個 這個登明曾經意見 它就有更一個 更這個前瞻性的 更大膽的一個設想 它甚至都有很多的構想 那我是建議的 我們發展區就是說 你稍微的三個分區 還是把它這個綠地公園打散等等 這個情形的重新的配置 有沒有其他地區的話 我們要適當的一個說明 為什麼要有這個三個分區 那 因為他們的懷疑是 你是不是要迴避環環境評估 所以才把它這個財產變成 只有2.9個分區 所以這個講清楚 大概就比較容易 因為 你這個理想 整個大地區 有大的這個理想 我想這也是它的一個 比較前瞻性的設想 但是他們這個想法 就牽涉到政策層面 有一個好處 就是剛剛主席講的 你如果把這個政策宣示出來 將來你也鼓勵當地 比如說林口街 當地的那個地方 還有中玻璃 將來更新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好的條件 我們也希望你一起來改善 如果只是廣次這邊的環境提升改善了 或者我光能達到 還是不能達到整個社會的一個進步 因為我們的長期 從一個都市計畫的觀點來看 長期是希望整個地區都改善 都發展 都提升 那麼如果這樣的話 你有這樣一個期待 那你將來這個地方 如果更新的話 可以提高有多少動機 他們有的訴求就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樣 同樣的一個條件 是這樣的 那我是想這個 如果給他們有一些期待 那我想應該也是一個回答 那在西部計畫的這個層次裡面呢 那個問題就講 有關於 比如說 這個使用的項目 跟所謂容積 那容積的部分呢 今天發展局所提出的資料呢 比上一次進步了 就是說 引用 我們有幾個公營處宅 現在都有一些政策上的配合 就是有很多的 這個甚至四百五的這個容積等等 那剛剛有委員也建議了 你要把這幾個地方的條件 做適當的比較 那我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容納的情形 你只是單純講說公共設施的 這個這個服務的標準這個等等 因為公共設施有很多 你光那個林口街那個地方 退縮二十米 那只是我基地裡面的 等於說 比如說八公尺的 這個人行道的跟著 那跟道路不一樣 那道路呢 還是只有八公尺 那到了八公尺 你這個循環 將來這個行車 你到底將來這個怎麼管事 你是單行道還是上行道 你這個將來這個車子多了 你怎麼樣說 這個我想 這個交通計畫面 要有適當的對面 你把它全部都拓寬了也不行 因為都有很多瓶頸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 這個地區的發展計畫 我們也有更長眼的構想 我這個地方的問題 為了怎麼去爭執配合 去解決 一個是當地的將來 在發展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樣的一個意見 另外這個將來道路怎麼改善 你這個八米跟幾米 你將來這個都不是將來應該要有的 所以我是覺得交通計畫面 也應該實當地 我們未來有沒有什麼一些期待 是吧 不然的話你將來這個車子一定都 你的附近都有這麼好的 你要配合我們這個 這個捷運戰隊通車以後 將來整個這個路行 整個附近的道路系統 都要重新檢討 這個我是建議啦 要配合 這個交通計 希望能夠配合 一起來改善 不一定在這一次的這個審查 一起通過 但是你要有一個一起配合的 那這樣才是一個負責的方法 好是這樣 就是我再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主要計畫的裡面呢 你要回答的就是什麼 有沒有其他提前方法 只有三個分區 這個就是最好的嗎 有沒有辦法配合 有一個限制條件 比如束保的條件 有束保的地方 我們都把揮成公園的立體 那麼沒有的 像中國裡他就沒有這個 他不反對 他們這邊的一個發展 像這個 你這個建築的量體 在配置方面 這個可能是在都市設計的時候在容 不過我們在規劃 分區的時候 跟密度將來的一個構想 希望有一個適當的應用 既然北部它比較擁擠 那你可不可以有些重新提前方案 重新再配置 這個能夠有適當的正面的 積極的回應 那我想今天 我想我們今天的課題 這個中的效忍 公